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客机缺少一个必要的安全组件 而波音公司一直将其作为收费项目运作 尽管波音近日已将另外一种安全警示灯改为免费的运装项目 但未免有些网友补牢为11万的意外 据了解 波音公司的客机一般都会提供大量的选装件 而且其价值网网站的客机总价格的5% 就在2013年波音737MX刚投放市场时 波音提出最少80万美元的选装件费用 这是波音盈利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也让众多人家航空公司选择性的无视 其中 预警公角异常的安全警示灯波音的选装件之一 如果是航客机提前安装了预警传感器 那么 飞行员就可提前做出判断 避免操作上的误判 从目前流出的坠机细节可以看出 诗航与爱航的坠机时 都是俯虫坠毁 这表明两极坠毁与缺失公角预警传感器脱不开干系 而且 诗航时时刻机上缺少公角异常警示灯已被证实 尽管爱航空纳于全市公角船感预警器 是否有关短期内尚未证实 但悲剧的再次上演 波音这回就算想要铁青关系 也难以让人欣服 不过 波音的麻烦不止于此 近日美国交通部与FBI已经对波音公司展开调查 并认定波音参与到 波音737MAX科技的安全审核中 这表明美国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试图用七组保车的办法 保住美国联邦航空调查局 波音这回将在劫难逃 另外 波音737MAX科技 作为一款全新的科技 其开创性能应用了防湿素系统 但却对其可能的存在的漏洞置之不理 甚至加关键的安全组件 作为收费项目 显然有点过于功利 而且这与其全球第一航空企业的招牌不符 毕竟科技的安全才是第一要务 值得注意的是 在试号与爱航发生之后 波音方面一直表态强硬 并先后两次将737MAX科技非控系统的软件升级版上台前 不免让人质疑波音的办事效率与安全考量 更重要的是 波音这一举措 是在全球停飞之后提出 谁能让人欣赴波音的诚意 就在这时 又曝光波音在安全组件的收费问题 这或将成为要到波音的最后一个稻草 而且全球各大航空公司 已经开始日月于市地强夺波音的市场 其中 俄罗斯以明目照版的打出旗号 试图推广其MS21科技 就表明波音的形式 并没有其宣称的那样稳定 注 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章未经授权禁止撰载 关注我们 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